大家好,歡迎收看Queen記廚房 今天我們又是做豆腐花 但我們會用少許不同的方法 就是粉有些不同 但做出來差不多 看看你們住的地方可以買到哪一款粉 就用哪一個方法 黃豆蛋白質非常高 所以最好放在雪櫃浸 我們洗乾淨放在雪櫃浸過夜 兩杯黃豆浸完之後 第二天拿出來 加上3000毫升的水 我們攪拌機沒那麼大 就分開兩三次攪拌 攪拌好之後 我們預備一個豆漿袋 又或者煲湯的魚骨袋 可以在中國店買到 你們最好用一個深一點的鍋 不然待會擠些豆漿 就會擠到四處都是 要捏緊袋的開口 豆漿袋最好大一點 這樣才可以加入少許空氣在裡面 要有多餘的空氣才可以拿到豆漿出來 豆漿渣可以加芫荽、洋蔥、煎餅 但如果不喜歡豆漿渣的味 就可以用來做肥料中花也可以 如果嫌麻煩 就可以將就買一些新鮮的豆漿就可以了 拿好豆漿之後 我們可以用中大火煲 隔了面頭的泡 然後隔幾分鐘都要攪拌一下 免得它黏底 一邊煮豆漿 一邊可以做好豆花粉 我們用一包一心豆花粉 加入3000毫升的水 因為今天我拿來送禮 所以我減200毫升的水的份量 這樣開車的時候就不會弄爛豆腐花了 直接將一包粉 加入煮開的飲用水 拌勻 放在你成品的鍋裡 拌好之後 任由它放在一邊 我們繼續煮豆漿 記得煮豆漿的時候 它剛剛滾起 只不過是表層滾起 裡面還是生的 所以有些人就投訴 為什麼自己做豆漿會有豆青味 記得 滾起的時候 我們關小火 再要多煮兩分鐘 一關火之後 動作就要非常快了 把剛才攪好的粉 我們攪拌均勻 然後把一盤豆漿 沖進去 一定要很大力很快地 沖進去你的豆漿 才能做成的 沖好之後 然後蓋上蓋 焗它20分鐘 就可以造成這個滑滑滑的豆腐花了 等著豆腐花形結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做一個糖漿 我喜歡有薑的味道 所以放一大片薑 另外糖的份量是 兩杯黃糖粉 加入半杯水 初頭煮糖的時候 千萬不要攪拌 等到糖慢慢融化的時候 才開始攪拌 所以最穩陣 都是用這些不黏底的煲來做 這樣就節省很多看火的時間 用中小火煲 煲了大約6分鐘 糖漿結了 就可以關火 20分鐘時間到了 看看我們的豆腐花 哇,滑滑滑滑滑的 如果你跟足食泡的水份量 你做出來就會更滑滑的 但因為我今天要送禮 去的地方比較遠 所以做硬一點 就比較穩陣 我們避走表面頭的泡 然後就可以開餐了 豆香味非常濃郁 又滑又嫩的豆腐花做好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簡單容易的豆腐花食譜 記得介紹親戚朋友 看Queen記廚房這個頻道 鼓勵大家訂閱Queen記廚房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 故事實行 一點點 請按照片 先醒來 請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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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了以按照片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